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重复在这一次发生呢 是的 我们可以回顾历史 看Facial Fund 就是联邦基金利率 联邦基金利率它有点类似 台湾隔夜的银行间的拆款利率 我们可以看它的长期的情况 有像1978年7月开始 1.5年之间 它这个利率急剧的上升 另外还有1967年 在2.5年这个利率也是急剧上升 两次的上升都是认为的惊人 那两次上升一次是 急速上升将近10% 另外一次上升13% 当然在那个时候 会有这种利率急剧上升的情形 也是因为要对抗通膨的情况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 这个利率开始上升 而且是这种急剧上升 不是缓步调升的情况之下 大概原则上都是一年半到两年半之间 可能就会出现这个景气 进入这个recession 景气衰退的这个情况 那我们也可以回头来看 我们目前这次的升息 大概就是从2022年 年初开始升息 那这次升息来讲 到目前为止 一年左右的时间 它已经调升了20码 那当比起1967年 还有1978年 这两次的利率调升呢 它就是说没有说幅度那么大 但是它速度也是相当的快 所以我们可能就是说 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说 会不会造成这种景气的recession 这是我很难确定 但是至少是经济成长率 在这一两年之内很难看到 像过去比较亮丽的数字 这大概就是比较很难避免的情况 因为高市场的利率很难避免说 这个消费的停滞 还有这个同时的下降 那这一次会不会和过去 有点不太一样 因为我看过去那两次 就急剧的升息之后 是不是失业率也是快速的暴增 可是我们这一次好像失业率 始终都这么的低 这样会不会到时候 会产生不一样的后果呢 因为我看鲍尔其实还蛮乐观的 他这一次他觉得说 好像不会看到这么严重硬着陆的衰退 任何的这个经济的分析 其实还是脱离不了这个学理和资料来看 目前在数字上来看 美国失业率是偏低 可是呢 也不要忘记一点 就是说 因为工作就业机会 其实还是由厂商来提供 就一个绝对数值来讲 目前的利率是大概是5% 那比起当时的利率调升到13% 甚至到相继20%的情况下 当时同日而语 可是就是说 如果真的调到6% 像其中有一位联总会 这个理事的成员 他预期调到6%的情况下 那这个利率是将近4世纪以来 最高的利率水准 那这样子对于厂商来讲 他能不能接受 而且我们也知道说 在企业做决策的时候 他是根据他过去的经验 要去做一些决策 如果利率一下子调到说 在10分之1世纪以来 从来没见过这么高的利率 那这些企业 有没有办法去面对这样子的 一个金融市场 这是不问的 所以我对他的这种乐观 我是比较使稍微有点 保留的态度 因为我看其实科技 他们的殖利率都很低 所以因为我看鲍尔他说 他今年不会降息 就是他打破了大家的期望 他告诉大家很明确说 今年不会降息 会不会暂停升息 什么时候开始不晓得 所以这样对于科技股来讲 是不是一个比较大的利空消息呢 是的 因为科技股很多 一方面他们对于 他们的现金流量 是比较不稳定 那你当利率比较高的情况之下 他当然就是说 折现的情况会比较严重一些 那他的价值当然 就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 那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 当利率调升之后 整个市场的风险 相对来讲会比较高 那像科技股来讲 他们都高风险的话 那他这样的就是说 在他的预期报酬上面来讲 也会比较高 所以高科技股 确实在这一波升息当中 这个高科技的投资人来讲 可能会属于比较重灾的情况 但是呢 如果说你是长线的投资人来讲 那这倒是不是用太担心 因为整个经济的成长来讲 会带动比较科技股 他的成长速度会更快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 在历史的一个经验来讲 像纳斯达克 他这个指数来讲 他在从2000年之后 他整体的报酬率 当然都是远高于 以大型类鼓为主的 这个S&P 500 到这种指数 那但是就是说 在现在来讲 我们当然说 他的下行风险 可能也会相对来讲 比较大 全球政经周报 有马凯教授等 中量级经济学家之外 如今在网罗 世界各国学者专家 对谈解析 最新全球总体经济局势 从在地视野 带来各国第一手 重要数据与观察 掌握每个 经济金融变局 每周六周日晚间六点 中天电视 中天财经频道 与您见面 我们在武蛇台被撤照 我们在YT被限流 被黄标 我们在脸书被检举 被降触及 我们全都遇到过 但我们不放弃 让真相被听见 被看见 我们现在有自己的 中天新闻网APP 这里永远不断线 请您赶快下载中天新闻网APP 这个APP好贴心 中天的新闻 直播和节目 全都在里面 一次满子